現在金融假設是在這個區間 老師認為他要回到那樣子的歷史高點 明年不太容易見到 我應該想說明年幾乎所有股票 都不容易再回到一萬八千點的位節 不容易 最主要是來自於全球經濟的衰退 這個是我們目前為止都看到 比較明顯 比較明顯的一個現象就是如此 所以呢明年即便是 經濟沒有大幅的衰退 但是呢金融類股 你說要再回到那樣的高點 我個人認為是機會比較不大 老師那萬一我已經存了 比方說一些受險為主體的金融股 那我現在該怎麼辦 你已經存了就存了嗎 那怎麼辦那你就存了嗎 不用換股嗎 換股存 我會建議你可以同時 同時 萬一是經濟有一套 我就沒有那麼多錢 那我會建議你從明年開始 你就存別的 那也就是我受險類的我停掉 我會建議受險類你可以做波段 那如果你是要長期持有領他的席值的話 你可以存這一類的銀行 比如說核庫啊 兆豐金啊這種長期本業都不錯的 配席也還不錯的 席值配出來的那個發放率也很高 這個我倒建議存股族就比較適合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就是要有錢 我是主持人小碧 周老師我們想要問啊 為什麼金融存股族 今年這麼樣的疲勒勒 就很慘啦 他們就是說我存金融 照以前的那種想法是存金融 存到退休 應該說每一年照樣領席什麼 就感覺金融是一個存股很好的標的 可是為什麼今年來講 存金融的人會那麼樣子的心痛 是我們這樣講啊 這個是今年的大盤跟金融指數的走勢 其實金融呢 大盤是在1月中見高點 但是金融是在2月 那我們要講的是說金融 跌的比較慘的 主要是以保險為主體的金控 那其他的銀行為主體的金控 就沒有那麼糟 最主要是過去這幾年 利率偏低 所以呢債券的價格是持續的上漲 所以已經那個保險公司為主體的金控 他們在股票市場債券市場都有很好的收益 那但是今年就剛好股債都非常的不好 所以以保險為主體的金控公司呢 就變得非常糟糕 那非常糟糕會影響到存股族 最主要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價差跌的很重 所以你存的股 看起來你好像賺了息 但是其實你賠了很大的價差 第二點就是明年 金管會很可能會限制 這些以受賢為主體的 這金控股的配息 所以你在存股族呢 你的配息 你雖然看到他賺5塊 但是你可能配到的息 也許只有2塊甚至更低 對於存股族來講其實是損傷很大的 你想存金融 我反而會建議你以銀行為主體的這個金控 會比較好一點 好所以老師這個標題 我們就先講產業 因為我們很常聽說 就是要是股市 很多的股票都在漲 那最後一波漲的會是金融 所以才可以看得到 比方說1月創高 那金融漲的高點它是在2月 它還是有這種延遲性在就對了 就是電子漲完之後呢 最後就是漲金融股 在過去比比皆是這樣的例子 那落底的時候是不是也是這樣 不盡然 在落底的時候呢 通常這些重要的權值股 常常會一起落底 但是在做頭的時候呢 通常是電子走完之後 才走金融 因為資金只有一套 而且在高檔所有股價都貴 那資金就這麼多 所以變成是說 只能賣掉電子股 然後轉到金融股 所以才會見到 先漲完電子 才見到金融的高點 OK 所以現在金融假設是在這個區間 老師認為它要回到 那樣子的歷史高點 明年不太容易見到 我應該要講說 明年幾乎所有股票 都不容易再回到 一萬八千點的位節 不容易 最主要是來自於全球經濟的衰退 這個是我們目前為止都看到 比較明顯 比較明顯的一個現象就是如此 所以明年即便是 經濟沒有大幅的衰退 但是呢 金融類股 你說要再回到那樣的高點 我個人認為是機會比較不大 如果我是純金融的人 我現在難道就要棄手了嗎 賣掉了嗎 既然講的是純股 那你就要有耐心嘛 但我們很容易打著那個純股的旗號 可是做的是短線的交易 因為大家沒什麼耐心 對這個就是 其實這是台灣人的通兵 通常批會啊 通常批會啊就是兩年 這現在沒有人在標會了 比較少了 那你要純股 你本來有的心態 你就是要擺10年20年 這個才叫純股 要不然你就是做價差 那我這邊舉個例子 這個是兆豐金 我假設啦 我們是在2014年的6月 我買在最高點 但是你擺到現在 2014到現在也七八年了 你擺到現在呢 即便股價還是差不多在原點的位置 現在兆豐金在30塊附近 但是呢 各位可以看到他每一年都有配息 我當初是買在27塊8 我是買在當年的高點 是最高的位置 但是我還原回去 我的成本是17塊半 因為他配還不錯的息給你 對 這個就是純股主要做的事 你要賺的是他的息 不是做價差 因為你是純股嘛 你不是做波段 所以既然是純股 你就必須要耐性 這個擺了八年之後呢 你的成本是降了10塊錢 那像舉兆豐 或是舉可能大家存的 像富邦啊國泰等等的 他會不會有一些落差 是 我為什麼特別跟各位講說 以保險為主體的監控呢 因為呢 金管會他要求是要拉高禁止 因為最主要是 IFERENCE-17 國際貨幣準則的規範 所以呢 因為保險公司 為了跟這些規範接軌 所以他必須要拉高他的禁止 那銀行在這方面的限制 就沒有那麼多 所以保險公司賺了10塊錢 他可能最後 金管會同意他可能只付到 配兩塊三塊 但是呢銀行呢 就比較沒有這種限制 他賺兩塊他可能會配到 一塊二一塊三千塊 是OK的 是 那個對於存股族來講 才是比較有利的 因為你拿到席值之後呢 你才會再進去投入 老師那萬一我已經存了 比方說一些受險為主體的 金融股 那我現在該怎麼辦 你已經存了就存了嗎 那怎麼辦怎麼辦 那你就存了嗎 不用換股嗎 換股存 我會建議你可以同時 同時喔 同時 我就沒有那麼多錢 對吧 我就沒有那麼多錢 那我會建議你 從明年開始你就存別的 也就是我受險類的我停掉 我會建議受險類 你可以做波段 那如果你是要長期持有 領他的席值的話 你可以存這一類的銀行 比如說核庫啊 趙鋒金啊 這種長期本業都不錯的 配息也還不錯的 息子配出來的那個發放率也很高 這個我倒建議存股主義是比較適合 不管怎麼樣啦 反正既然是存股 我就是有耐心 然後我的策略其實可以微微的調整 是 所以上一集呢 我會建議各位說 當他股票掉下來的時候呢 你要加碼存 對上次老師有教大家 對你要加碼存 你的背勢才會越來越大 就像金字塔 你要下面越來越大 他再上去的時候 你的貨益才會變高 但是存股主一般不會買在最高點 對因為他會慢慢存 對他會慢慢存 而且也要看你存的時間長短 如果你已經存10年 以剛剛那個趙鋒金來講 你到現在還是賺錢 我會建議一般的 如果你真的沒時間看 你也不想研究 你就定時定額 真的定時定額是一個好的方法 我們以這個例子來講 定時定額存照封金 2886照封金 我們是每個月5000塊投入 這是每一年你可以拿到的配息 一直到今年呢 你可以領到的配息是35000塊 這是每個月喔 每個月5000塊 因為我的股數增加 所以我領到的息也增加 是是是 而且你領到的這個息值 譬如說26000對不對 你在今年領了26000 記得你就把它載進去買 我不要拿去花掉 不要花了 這就比較存股了 那你就會發現 長期下來累積報酬率的 你就會變得很高 但是呢一個前提是 你必須認識這支股票 對我們很常存就是 聽信市場的很多謠言 對 你一定要深入了解這支股票 那如果你了解夠深入的話 你認為他可行 那你就 那這支是大部分的存股族 都會有存 玉山金啊 趙鋒金啊 玉山金和庫金 大部分的存股族 都會存這幾支金融股的標的 老師那我投資金融股之前 我需要做什麼樣的功課 第一個看他每年的配息狀況嗎 是 你至少要看10年 看10年 你至少要看他過去的10年配息狀況 譬如說他過去每一年 假設都一塊錢啊 我們舉例假設都一塊錢 過去10年都很穩定都在一塊錢 那你就要把他認作 未來他也是配一塊 保守的情況 你把他也當作是配一塊 拿過去的平均值也可以 是是是 那第二點呢 你要看他的股息發放率 也就是說過去呢 他是賺兩塊配一塊 那你就知道他大概 大約只會配50% 對 所以未來假設他賺三塊 你預估他大概只會配一塊半 所以你要用這種保守的心態 去抓他的合理投資價位 OK 那第二個要注意的是什麼 就是他的體質 比方說受險的我就先不要存 是是受險 我倒會建議各位受險 你們盡量是用撥斷的方式來操作 因為受險 他的撥動性太大了 他跟這個股票跟債券的行情 還有一個外匯 還有最主要一個匯率 對他們的影響太大 所以呢 如果你真想存 這種保險公司為主體的金控 我會建議你 你就在低檔的時候存 上去你就不要存 對 看到他指數一直往上走的時候 股價往上走就不要 你就不必存 那老師有沒有第三點 你自己覺得 說金控的部分嗎 金控的部分 有一個我倒會建議各位 就是今年的防疫險 讓很多的 這個產險公司都受傷很重 那各位可以去研究一下 第一檔受傷很重的那一家 後來這一次沒受傷 大家可以去第一張 發這個防疫險的這家保險公司 對 各位可以去研究一下 報紙Google一下都看得到 那家保險公司 我會認為這樣子的保險公司 在受傷之後 他的體質調整 因為他們股價都跌很重 所以我會覺得這樣的股票 是值得投入的 老師我們就開城曝光啦 是哪一家 就第一家防疫險的 我記得是台灣產險 台灣產險 之前那個500塊 然後很多人排隊的那一家是不是 因為我現在有點忘記了 大家可以回去查一下是哪一家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OK 所以他經過了一些體質調整 然後他也度過了這個很悲傷的時刻 剛好他沒度過 這一波最慘 他躲過了 對他躲過 因為他是開第一槍 他覺得這個不行 因為他受過傷 OK 所以他第二波他沒有燙到 他體質反而好了 骨架也便宜 今天非常感謝老師 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記得影片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來看一段工商服務 他是澎湖福澎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我們是 是 它 測到 我們 感谢观看